1. 请点加 增加一个报告 然后2. 我们画 资料表 所以在这边 第3. 我就勾产品纸类别 我建议先把它的这个格式 设大一点 所以请点第4. 格式 直 把直设大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要知道 这些纸类产品 它的获利率 首先 我想知道 产品纸类别的获利率 滑鼠右键 2. 请点新增量值 接下来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算 获利率 分纸是不是获利 它其中有一个栏 叫获利 分母呢 交售额 当然这是出的获利率 因为你还没有扣掉 管销费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 获利的加总 在以色谣里面 加总你会用哪一个函数 S1 当我现在输入 当我现在输入 然后方向键往下 然后接下来 我要提取这个函数 请用键盘最左边 一个Tab键 它就提取上去了 再接下来 我就要去找获利 用方向键 接下来 如何把获利提取上去 Tab键 这个又刮弧 你这边 SUM刮弧 Column name 是不是已经输入好了 所以在这边 当你输入了这个 又刮弧 它下面的提示 完全消失 代表说你SUM 做好了 接下来 我的分母 就是销售额的 合计 一样 SU 用方向键往下找 然后Tab键 提取上去 接下来 我就要去找销售额 用方向键 找到销售额之后 再用Tab键 提取上去 又刮弧 Enter 最后 我们 记得要 把它打工 它就 放进来了 因为它是一个 百分比 点这个百分比 然后小数位 一位 十二点四七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所有公司的 出货利率 十二点四七 那就提供给你们 参考一下